好来看到因为演出光阴的故事而爆红的陈怡荣呢 人红现在是不是桃花朵朵开啊 之前呢才被拍到说 她好像是在跟这个20亿身家的富商是不是在交往了 结果这回又被拍到说 怎么跟一个新加坡来台湾的银行资深经理两个人吃饭 而且互动呢看起来还蛮亲密的 现在是说她这个周旋在两个 一个是20亿身家 一个是年薪600万的两名男子之间吗 经纪人说其实陈怡荣之前替这家银行拍代言广告 吃饭纯粹是为了答谢 陈怡荣演的傻妹孙艺美甜美天真 让她窜红 今年三月被平原媒体拍到 她和一名身价20亿的建设公司董事长喝鸡汤 26号晚上又被拍到 和来自新加坡的新用卡资深经理吃日本料理 而且两人的互动很亲密 没有不是想听她吃饭 其实那天我把她要去的 结果那天我有事 银行说真的是我们三月时候拍广告的时候认识的 她也三十个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很正常吧 平原媒体还拍到陈怡荣走出餐厅之后 还向四周张望了一下 这名银行经理似乎也有点紧张 最后开车送陈怡荣到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之后 独自离开 现实生活中外传证明银行经理是热烈追求 但是陈怡荣又常常和建设公司董事长外出 不过陈怡荣对此表示 大家都是朋友异常 中文新闻刘驾雨 路易真台北采访报导